南无莲慈海慧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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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且如来真实意 正身端坐 当愿众生坐菩提坐 心无所着 结家夫坐 当愿众生善根坚固 得不动地 听讲经时 当愿众生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祝佛菩萨师父上人 各位法师 各位善知识 今天是公元2013年7月27日 星期六 现在是晚上7点10分 我们在佛容观音圣寺 今晚是继续研究 佛说无量寿经 现在还在解释法障菩萨 他修菩萨道的部分 那法障菩萨他发了四十八大院之后呢 就开始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呢 就有两个部分要学习 第一部分就是说明他修行具足 第二部分是说 他修行圆满的果报很殊胜 那么修行具足的部分呢 又分两段 第一就是修净度恨 第二就是修法身恨 修法身恨呢 我们就是还在研究这个部分 就是所有想要成佛的人 一定要发现我要修净度恨 就是我要状元佛净度 要积极修无量节来修这个菩萨的得恨 那么这是修净度恨 要状元自己的佛净度 那么在这个当中 同时也要修法身恨 要成就你的法身才能成佛吗 那修法身呢在亮寿经里面解释呢 是阿弥陀佛他以前做法杖菩萨的时候 他修法身呢 有特别有分成四段来修 OK 然后还有一个总结 那现在我们就是还在研究这个 修法身恨的 这个事段的第一段罢了 还在第一段 就是离什么 离烦恼 目前就是还在讲解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已经研究过的 就是 这一段经文 大家再读一次好了 不生欲绝 称绝害绝 不起欲想 称想 害想 不着色 生香 未处法 这三句是 这个 是属于离什么 烦恼因缘 因为你要修离烦恼 有分两段来修 自己要去离烦恼 然后你利益别人的时候也要懂得离烦恼 因为菩萨一定要自利利人嘛 你要利益你自己 你们各位看到这段经文就知道怎么样度自己了 那离烦恼才能成就法身 所以要成就法身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懂得怎么离烦恼 那么 自己懂得怎么离 所以现在 还在研究自行离烦恼的部分 自己要修怎么离烦恼 然后这一段如果讲完了我们就会研究 利他恨的离烦恼 当你利益众生的时候呢 你也要注意离烦恼 明白吗 那现在先 我们大家先学怎么样 自己离烦恼 那自己离烦恼呢有四段 那么刚才所读的 不生 欲绝 撑绝 害绝 不起 欲想 撑想 害想 不择色 生 相 未处 法 这三句的经文是属于 离烦恼 因缘 那么我考考你们 烦恼因是哪一句 烦恼因是哪一句 烦恼缘又是哪一句 你离开烦恼因缘吗 就是这三句经文 哪一些是属于离烦恼因 不生 欲绝 撑绝 害绝 不起 欲想 撑想 害想 因为呢 烦恼的主因 就是来自 每个人本身的习气毛病 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 你欲望现在你想要吃 没有的吃就起烦恼 你希望别人呢 要听话 那个人不听话 你又起烦恼 所以欲望呢 是烦恼的开始 你知道吗 所以那么 要修法 深恨的人 你需要 不要生欲望 不要有欲绝 因为欲绝 会使到你 不满你的心愿的时候 你就撑绝了 然后撑绝一起 接下来还会有害绝 你还会 去 去伤害对方 因为 你觉得对方呢 对不起你 或者是 他 不听你的意见 所以你很生气 然后你就 骂他 或者是 伤他的心 这个都已经造成害绝了 明白吗 那我们要修法身的人 你们都有家庭吗 都有先生 有太太 有孩子 那相信你们对彼此之间都有一些要求 你也要求你先生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你懂一些好的法 你也希望他也能够做得到 可是如果他做不到的时候呢 你不要难过了 你不要有称绝了 你知道吗 因为 这个也是你要修行的部分 所以当你家人跟你不配合的时候呢 这时候 你要修法身恨 你就要修 不生 欲绝 称绝 害绝 所以反而 不配合你的人 他是制造一个机会 让你修法身恨 他 他 不配合你 你这时候就想 哎呀 我很 烦恼 因为他这样子害到我做得不好 不圆满 我又 不能够修得很好 你就有点难过 不需要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要行菩萨道 如果要一家人一起合合吃素 然后对待别人也要慈悲 要怎么样的话呢 那必须要的家人都跟你一样的善根 他们的善根跟你一样深厚 我们就会很合合 没有问题的 不会有障碍 但是如果你的程度跟你先生 还有你孩子的程度 是不不等 就是不一样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到呢 他们不配合了 这样明白吗 所以我就是说 你不要有这个欲望 希望他们要像你所想的 这样理想的 去行慈悲 或者去 去一定要 很严格 就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你有 可以有这个欲望 希望他们能做得到 但是他们程度还不到 的时候还做不到 你不要起烦恼 因为你一起烦恼 本 你当下就是表示 你有修吗 你没有修法身 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 降服你的 称觉 你的烦恼心 承恨心 所以 要修法身的人 要成佛的人 你一定要知道 顺进来的时候 你不需要就很开心 不顺来的时候 也不要去悲伤 因为如果 你是真懂 犯恨 那时候 犯恨 一切都不可得吗 配合也是不可得 不配合也是不可得的 他修得很好 也是不可得 如果一个有所得 他终于修得很好 很慈悲 我很开心 那你自己是着相修行 着相的反应 执着他的相 已经很好了 他已经很慈悲了 他已经很配合了 你还是执着他这个行为 而我们每个人的行为 都是无常的 不能太执着 这个无常的行为 因为每个人的 行为一直会改变 如果你的业障现前 你会做出一些 愚痴的事情 如果业障不来 你还会很理智的 还会有时候 还会很慈悲 还会怎么样 为人着想 所以每个人的行为 一直在 变动当中 你们明白吗 大家都是凡夫 你不能 一定要 这个时候 他一定要怎么样 那时候 他一定要那样 不是 因为你那时候觉得 你很理智的时候 可能就是他 很无名的时候 因为 在你很理智的当下 也许对方 就是起无名的时候 你生菩提心的时候 是他起无名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 时间同时嘛 就在这一秒钟 我起了慈悲心 他起了称恨心 那你不能要求这个时候 他一定要跟你同时 是起 慈悲心 没有 因为他不是你 他有他的业 还有一点 我昨天在登平安有讲 我们的阿拉耶斯 装很多种子 无量节 你做了很多事情 造了很多 善恶业 都藏在 含藏在阿拉耶斯 变种子 那么呢 这个种子什么时候跑出来 你就会 看到什么 然后你就会反应 喜欢不喜欢 你明白吗 那么呢 可能现在你看到这件事情 这个人我应该这样对待他 你起的是慈悲心 那么我告诉你呢 你 看到这个人这么可怜 你要帮助他 你起的是怜悯心 那么就是你阿拉耶斯的那个 灵敏的种子 还有跟这个人 你灵敏这个人 因为你跟这个人 过去是有善缘 他曾经 灵敏过你 所以现在呢 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到这样 我应该要灵敏他 而且 跟你之前学佛法 有关系 你听到一些佛法说 我们要大慈悲心 我们对 我们的佣人 也要慈悲对待 又有这个法的种子 再加上你跟这个人 也很还蛮有缘的 所以这 好几个种子 现出来 所以现在你会 这样慈悲对待 那个佣人 可是那个先生 也许呢 他 没有听 训过这种法 没有听到这种道理说 我们对佣人 也要慈悲 没有听过这种法 他没有这个种子 在阿拉耶士 再加上他跟这个 没有什么缘分 所以他不会起 灵敏心说 让他早一点吃 他不会这么想 所以 我们学佛的人 不能够 希望 别人 要像你 所懂的 所感觉的 这样子来去 对待每一个人 没有了我 因为要靠他的阿拉耶士的种子 他阿拉耶士的种子 现出来的就是说 我所理解的 我应该这样子 对这个人 然后你所理解的 我是应该这样 因为你的种子 跟他种子不同 你的种子是佛法的种子 更加上跟这个人 有缘的种子 所以你会很慈悲 对待你的用人 而他的种子呢 成熟的种子 跑出来的呢 就是人家跟我讲 对Mate不应该这样 应该老板吃完了 才到Mate吃 他可能是这么想的 他就是熏了很多 这样的种子 很强 然后一直支持着他 这个种子支持着他 应该怎么样对待Mate 不能行慈悲 对他 然后老板8点 主人8点多吃 他也要跟着8点多吃 主人吃完了拿给他 他才能吃 他熏到这样子的道理 在他脑海里 很强烈 他就觉得 应该是这么做 才对 那么你的想法 又不是因为你所听到的 是大慈悲心 平等心 的这种 大悲咒的十种心 来对待一切众生 你是要修行 那所以你看 你阿拉耶士的种子 跟他不一样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 做法就不同了 那么如果你 会难过什么呢 就是表示你不了解 这个事情的情况 我们活在说 我世界就是这样 每个人 他怎么样去对待别人 这个是属于利他恨 那个部分 离烦恼 现在呢 我们呢 就是希望对待别人 要执行 不可以惨媚 不可以什么 这个是属于自己 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要离烦恼 这个我们将来会讲到 但是现在我只是说 你 不要讲说利益别人 就讲你自己本身要保住你 的心 菩提心 不要起烦恼的话 就是说 你要了解 我跟众生 乃至我的一家人 我的太太 我的先生 我的孩子 他们每个人的阿拉耶士的种子 都不一样 那么 阿拉耶士有一个力量叫 他分成三分 见分 相分 跟自正分 什么叫 见分 相分 自正分呢 我们的阿拉耶士 含长的 无量无边的种子 是无量节的 experience 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经历过的事情 照的业 讲的话 都不会丢掉了 都会含长在阿拉耶士 等到时间到了 果报就会现前 你知道吗 他就会现那个境界出来 让你去面对 去受果报 可能受的是福报 还是恶报 善报 恶报 不一定 就看是恶业的种子 现前 还是善业的种子 现前 所以 你每天遇到的人 他对你好 对你不好 他配合你 不配合你 完全不是他 在对你好不好 是你的阿拉耶士 现在 的那个种子跑出来了 是 是他必须要对你不好 因为你 过去是曾经不配合他 所以现在他 要演这一幕 不配合你 来 抵消这个因果 那么你懂佛法 明因果 知因达果的人 遇到不顺的事情 家人跟你不配合 你千万不要 撑恨 也不要难过 也不要伤心 你要保住你的法身 不生欲绝 撑绝害绝 那你就想说 时间没到 他还需要时间去训这种法 才能转掉他的思想 那么我跟他讲 他又听不尽 可能要法师讲 他才听得尽 对不对 所以他要时间 明白吗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 不要执着在这个时候 就要他怎么样怎么样 他的上根成熟就能做得到 他的慈悲比你更慈悲 你不知道的 我们佛 是看很长远的事情 不是看现在的 现在呢也是无常吗 现在也是空极啊 我们前阵子讲 犯恨品 所以我们 其实修行就很简单 不要起烦恼 就是修行人了 因为你已经很理智了 你很知道 我应该怎么对待人 那么你如果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你知道 你对人要慈悲 那么先生不让你慈悲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不能难过 你也不可以弃先生 因为他没有那个种子说要去行慈悲 对待人 他还没有那个种子在里面 他需要呢 有一天上根成熟 听到这样子的法 有人跟他说 不管是法师还是在家人 他跟他很有缘的人 这个人必须是说 跟他过去是结了很深的缘 只要他讲什么 他都会听的 这种人一出现 他就有要求了 所以 要看很长远 度人不是一下子的 要时间 所以我们呢 修行要修得很快乐 不要修到 遇到不顺又来烦恼 就不对了 我们修法深恨的人 第一步就离什么 烦恼因缘 离什么因 自己要保住自己的心 不要呢 看到先生这样 或者太太这样 他讲那句话 他做这件事情 就起懊恼心 No need 你要先保住 我不要起烦恼因 我不要撑绝 我更不要跟他吵 我跟他吵 我就有害绝了 糟糕 又撑想 害想都照了 不要 那么又怎么样能够压住这个心 不要起烦恼呢 哦 智慧 不要执着烦恼缘 让你起烦恼的外缘 你不要执着 什么是外缘 就是 他的样子 他的相 他的色身相畏触法 就是这件事情 那个人 就是这件事情 你看到这个人 他讲的话 他的语气 就是他的声音 他的脸色 这一些 你不要执着 他显出很好的 表情 或者配合的语气 对待你 你也不要贪爱 他显出很烦你的 声音 跟很烦脸的样子 你也不要 难过 这个就是真正 会修行的人 修行的人 是不执着人家 对我怎么样的 人家能够同意我 不同意我 不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说 人家不同意你呢 你就要想法子 让他同意你 一起修善 这个是菩萨要做的工作 可是不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还不能配合的时候 你起烦恼就不对了 所以菩萨要度人 要用试色法 你要用爱语 你要讲出来的话 令对方听得很舒服 他能够配合 对好 我讲一个例子 譬如说 现在家里有亲戚 往生了 你们就想要请法师吗 请用做佛教仪式 然后就有一批的 另外一批家人说 不要 我们要请 Namoro 请道教的 就念那些 赐婚的 拜婚的 然后念那些 外道的经的 那种 这两种出现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吵架吗 不对 所以 这种事情 其实我们 希望以后呢 你是一个 真诚修行的佛教徒 然后呢 一大帮的家人都还没学呀 你们要怎么样转他们将来会听你的话 你应该这时候就还没发生 家人有人往生就赶快先做回向了的咯 回向的力量就是种那个种子 那个种子就我希望将来我的 长辈他往生的时候 全家人每个都会听我的话 你先种第一个种子 我回向这件事情 大家到时候没有意见 只会听我的话 用佛教仪式 大家都会乖乖配合 一心念佛给他 你发这个愿 回向这件事情 这个种子种在你的阿拉耶斯 很强烈 到时候呢 真的长辈往生的时候 你看到的境界就是大家配合的 所以呢 大家到时候能配合也是你 创造出来的事情 那现出这个像出来 所以外在的一切的像都是阿拉耶斯种子跑出来 是你个人的业 不是那个人 好不好 他有他的业 你有你的业 我们不要去 去责怪别人对我好不好 他对你不好 也要怪你自己 过去是曾经对他不好 所以一切一切 都不可以怪别人 怪谁 怪自己 如果一个人 如果真的是过去对的很好 没有人会不配合他的 我讲一个例子 文书司律菩萨说 我 过去是 寻菩萨道以来 我从来都不偷到 所以呢 没有人啊 我最 珍贵 最名贵的东西 放在闹市 人来人往的地方 路中央 都不会有人偷的 那么很多菩萨不是很相信 那大家说 好 Test 就找一个地方 哇 那个城门呢 在古代嘛 城门呢 人人来来往往 大家都会很明显看到的一个地点 他把他最名贵的宝珠 如意宝珠 就放在路中央 三天内 很多人走来走去 没有一个人看到 还是在那里 为什么别人 为什么别人不会偷他的东西 这么容易被偷也不会有人要偷 有人拿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拿过人家的 所以 我们有业的 所以我们有业的 为什么别人就不听你的话 就是你过去是一定是也是很不乖的人 你现在想乖了 别人不跟你配合乖 明白吗 是你过去是很不乖 如果你懂得回光返照的话 你想修到 家人不配合 那就是你过去是 曾经遇过一个 家人 也是 你 家人个个都学佛 只有你不配合 所以现在当你想修的时候 你会遇到这样的家人 这些人不配合的 来做你的家人 他们也跟你有缘 可以做家人 OK 来做你的亲人 然后他们会不配合你 所以你不要怪他们 他们也是 有他的因果 你有你的因果 所以要欢喜 接受因果 你才会有福报 起烦恼心 你不会有福报 你反而有漏 可是你为了这件事情呢 又起了很大的烦恼心 乃至跟人家 争吵啊 那你就是更漏了 那个漏更大 那个对人不慈悲的漏 是这样 可是发大称恨心 起大烦恼心 不跟他讲话 那个漏更大 你们知道吗 你要知道的 所以 菩萨讲 一念称恨心 一念 我给你看那段经文 你看那个 什么经呢 华严经 普贤恨品 大家看 佛子 若诸菩萨 余余菩萨 起称恨心 及成就 百万 障门 故 就是说什么呢 所有的 想要行菩萨道的 菩萨门 如果你对其他菩萨 起了称恨心 那么你这个菩萨本身 就会成就 百万个障门 你看 不是成就 百万功德门 是障碍门 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讲菩萨 我们大家 都要学习菩萨道 我们也可以算是一个 出发心的菩萨 虽然不是 正果的菩萨 OK 这些学大称的居士 在家人 出家人 都是 愿意学习菩萨道的 那么 你们对其他的 你居士对其他居士 或者居士对其他法师 或者法师对其他法师 出家人跟出家人之间 大家都是想要学习菩萨道 OK 那么我们一起共事 一起共修的当下 突然间就为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你就很 去对方 另外一个同参道友 另外一个居士 或者另外一个法师 另外一个 同修 起了称慧心 那么你这个起称慧心的人 你可惨 你的称慧心 会让你成就 不是成就功德 成就什么 百万道的障碍门 这个障碍门 不是修行 成就功德 称恨心 成就障碍门 给自己 让自己接下来 面对很多的障碍 所以我们现在行菩萨道 我们现在学佛有障碍 想要行慈悲有障碍 你一定要了解 你的障碍从哪里来 因为你之前起称慧心 你称慧心 障碍了你 你要帮助你妈妈 也有障碍 将来 或者 你要帮助什么人 都有障碍 为什么呢 就因为你 曾经起了称慧心 造下 成就了很多障碍门 这个百万障碍门呢 什么时候现成呢 是不是马上被障碍呢 还是一条一条来的呢 不知道的 可能一下子 你就很多事情都不顺了 有时候是慢慢来 不顺会出现 所以我们 学菩萨称的人 学佛称的人 我们一定要从心那边下功夫 就是 法障菩萨修的就是我们要修的啦 离烦恼因 就是怎么样都要告诉自己 我不可以起烦恼 我不要称恨 我称恨我伤害我自己很深 我本来要希望他好 反而我先伤害了我自己 当你自己都救不了你自己 你怎么去救人 你都害到你以后很多障碍 你怎么去救他 已经没有功夫了 所以为什么呢 谁呢 就是 龙树菩萨 他们都说 他说呢 你 是一个 巨福凡夫 就是还有贪嗔痴的凡夫 想要在这个娑婆世界行菩萨道 利益众生 希望呢 度众生的话 他说是 无有是处的 因为呢 你是还有贪嗔痴 当你度众生的时候呢 你会被众生度走 很明显吗 OK 我现在呢 懂了 我回向 要具足大直辈心 平等心 那现在就有境界了 这几个月呢 我家会有一个佣人来了 那我必须要怎么对待他 我必须也要学了 大直辈心 平等心 我要修这个 菩萨行 对吗 你是有 有心要修的 可是你有障碍 你有障碍 因为你要这么做呢 你的长辈不让你这么做 他觉得你不应该 对面这么好 你怎么办 你不是 起了 有一种障碍了 障碍出现 那么我今天就解释给你听 障碍从哪里来 从你以前曾经 称恨心 称恨心对其他的也是在学佛的 家人也好 或者是 同参道友 佛友也好 就是那个称恨心 使到你现在很想要认真修 修行的时候 要修慈悲 就有人 障碍你修慈悲 平等 走这种 慈悲平等的路 他就障碍你 所以 不能怪他 要怪谁 怪自己 以前起了称恨心 现在果报现前 所以要行持 有障碍 那 我们继续看 什么是百万障 大家看 何等为百万障 所谓不见菩提障 不闻正法障 深不进世界障 百万障门的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不见菩提障 他会障碍你 见不到菩提 就是不会有 觉悟 你不懂得 什么 觉悟的道理 你也不懂得怎么样去 一个人如果有菩提 绝对不会起烦恼 对不对 所以不见菩提 的障呢 就是表示说 你永远都是糊里糊涂起烦恼的 不会有菩提 引导你 因为你心中根本就没有菩提 不见菩提 那不是很惨吗 因为你起了个称恨心 接下来的日子 你常常都会看到让你起烦恼的事 然后你一定会起烦恼 你看不到说 这个不顺的事情 原来也是菩提 因为我不起烦恼 我就有菩提 然后我用菩提的正念 来解决 怎么样呢 来 去面对这个事情 譬如 你有菩提的话 你还 他 跟你不配合 你还有菩提的话 表示说 你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 哎呦 他不配合我 他还责怪我 我这样还说我怎么样怎么样不好 其实 如果你有菩提念头 你会觉得 不会难过 也不会 不会伤心 你会觉得说 哎 他现在这样讲我 也是给我修行的机会 看我会不会有我像来起难过心 他说我修得很糟糕 我很难过 你有没有起我像心 你会有这个正念 会感觉到说 哎呦 他这样反对我呢 其实呢 并不是不好 他也是很慈悲 也是菩萨 看一千人都是菩萨 为我一人实施凡夫 这个菩萨 这个境界是来 test我 看我 有没有我像来起难过的心 因为他说我不会修行 修到这么糟糕 明白没有 如果你有菩提念 你就会这么想 你就不会难过 你还会感恩 他直接来出我的心 看我痛不痛 他让我看我自己 是不是我像还很大 如果你还有菩提念 第二个念头 你会觉得说 他在给我修忍住菩萨 的机会 我告诉你 如果你都是起这样 善的念头 你会起烦恼吗 不会 你就是见到菩提 可是如果你不是 你的反应很直接 就是他一说你 很糟糕 你就很生气 你不懂规矩 你就很伤心 然后明明你是懂的 他说你不懂 你很伤心 我告诉你 你的心里一起难过的心 就是烦恼心 你当时就是有 面对什么障碍 不见菩提 你看不到菩提 你看不到说 这件呢 很 伤你自尊心的事情 也是菩提 现前 也是可以让你觉悟 可是你就不觉悟 这也是好事 对你想修行来讲 也是好事 你看不出 所以你还是烦恼 这样明白了没有 不闻正法 那么一个人呢 又不见菩提 常常只会生烦恼 跟他讲道理 又听不尽 一定听不尽了 因为烦恼心很重的人 你跟他讲正法 哎呀你要忍 这也是你的因果 你不可以怪他 他听不尽这句话的 因为他就不见菩提 从来没有觉悟说 这个是有因果 没有觉悟说 这个呢 想行菩萨道的人 也是没有障碍他们的 也是给你 看你自己 有没有 有没有 我像 平时我像在睡觉吗 人家不恭敬你的时候 我像就跑出来了 哎呦你不恭敬我 真的早 你真的很 可恶 对吗 什么时候 我像跑出来 但触到你的 你的我 至尊的时候 或者赞叹你 很开心 那也是 我像活起来了 那么骂你 你很难过 也是我像活起来 的时候 所以呢 一切众生 啊 必须要给你看 看一段经文喔 我每次都是引 引这些经文 来让你们了解喔 其实 其实 菩萨 在华言经 处处在教化 我们 告诉我们真理 说我们不要排斥 任何一个众生 包括呢 反对你的人 你不要排斥 他们 没有他们 你不能成佛 相信 有的人听过的 都会知道 我要讲 哪一段呢 就是普玄恒宴品 你要见到菩提 菩提谁给你啊 各位啊 大家读 若诸菩萨 以大悲水 饶益众生 则能成就 阿闹多罗三秒三菩提 事故菩提 属于众生 若无众生 一切菩萨 终不能成 无上正觉 你看这段经文 多么重要 普玄恒宴品 叫我们修死大愿 第九个就是 恒顺众生 你怎么恒顺众生 他 他的行为不对 我就恒顺他 跟着他一起不对啊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要顺这个众生的 因缘果报 就是我告诉你 你这个 你要度的这个人本身 他现在他的 阿拉耶士的种子装的跟你还 不是很一样 熏的法不一样 面对的人事物也不一样 他听到人讲的话 他熏进他脑子里面 他就 他就相信谁讲的话跟你又相信的不同嘛 所信皆不同 所听皆不同 所以你们种子不一样 你要忍耐 要恒顺 不要不顺 你还是要用大杯水 来劳育众生 你今天你用大杯水想要来劳育 比如那个傭人 然后先生反反对你这样对对傭人那么慈悲 然后他很气你 其实这个时候 你就 顾此事彼啦 你就呢 让你让那个mate 得到温暖 好像 主人对我真好 你就有大杯水灌到他 可是你的这个 慈悲的行为呢 不知道为什么 同时又让先生觉得你很糟糕 他很生气 但你让先生生气的时候 说其实你有大杯吗 你让他有苦恼了 有烦恼 对不对 发大脾气 你这时候呢 做的这一件善事 是 大杯水 饶益的那个傭人 可是呢 却没有大杯水 来让你的 先生觉得很舒服 很欢喜 他反对你 为什么你做一个善事呢 会这样子呢 我跟你讲就是你的 你以前有称恨心 称慧心 所以呢 成就了百万帐门 所以现在呢 你遇到这个事情 你要怎么处理 你还是不可以怪那个 不可以怪呢 骂你的人 说你不可以这样对于 用人那么好的人 你不可以怪他 你不可以称他 你还是要用大杯水来饶益他 怎么样呢 你不要跟他炒 就是用大杯水灌汤了 如果你气他 不要跟他讲话呢 你就是 没有大杯水灌溉他 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的人 有时候就是说 别人反对你做好事 你 怎么样 能够呢 也是同样用大杯水来灌溉他 就是不要让他继续气你了 所以你不可以气他 不跟他讲话了 这是不对的 这样明保说什么吗 你一起个心 我不要跟他讲话了 不然的话 他这样子 我才是受不了 我不要讲了 你这个 这个行为本身 你已经没有用大杯水灌溉 那个反对你的人 所以你还是没有大慈悲 性平等性 那你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主动的呢 主动的呢 还是要跟他谈话 还是要好像没有这件事情 一样 这样还是要慈悲 对待那个反对你的人 这样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些经文说 事故菩提属于众生 若无众生 一切菩萨 终不能成无上正觉 普贤菩萨讲 菩提 是谁会给你菩提 众生给你的 属于众生的 你要成就菩提 就是要成就众生 你一成就众生 你就成就了你的菩提 所以你成就菩提 是谁给你 就是众生从你成就众生那边才能够成就你的菩提 所以他说如果没有众生出现来让你成就他的菩提的话 成就他的修行的话 你也不能成佛的 所以没有众生就没有一个菩萨可以成 成就无上正觉 你要深深的 相信 普贤菩萨 讲的这个 很重要的道理 普贤菩萨是专门教化所有大菩萨 成佛的 他是最 最有资格的 最老资格的大菩萨 他是大恨普贤菩萨 最有修行的 所以你希望你很有修行 你一定要跟谁学 普贤菩萨 他就跟你讲 他是最有修行的 最老资格的 他说 菩提属于众生 做无众生 一切菩萨 他终不能成无上正觉 就已经直接跟你讲 你要修大慈悲心平等心 你要这样想 我 面对任何人 我都要用一种 什么 觉悟的心去看那个人 他 都是给你机会 修菩提的 你不可以让他起烦恼 这是真的 所以你怎么样让他 跟你配合一起修呢 很简单 诚心回向 一段日子之后呢 他也会跟你一样 吃素 或者 会跟你一样呢 对待用人也很慈悲 你就回向 就回向 就是又在种那个种子给他 回向给他 播给他 然后也种在你的阿拉耶士 有这个种子 希望他会变成那样 所以我跟你们讲 你们起的念头 都是在写剧本 有没有 你现在要很努力 每天用功写那个剧本 让你先生以后演一场戏 那场戏就是 他会做一个大善人 对谁都慈悲 对佣人 对上对下都慈悲 脾气非常好 没有脾气就对了 你要让他演这样的戏 你回向他能变成这样 然后你又这样子回向 你阿拉耶士种的种子 就是他会变成这样的人 因缘成熟了 你就会看他变成是这样子 没有脾气 很好的人 要努力哦 不是一两天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可能要用三四五年乃至十年 对对 就会看到效果了 很不可思议 不吃素都会变成吃素 不受五戒的老人家都会变 都会改变 应援成熟就会改变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自己自己都是有这样的经验呢 对我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也是花了差不多将近十年时间 真的不可思议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 我们 想要修 做菩萨恨的人 我们一定要考虑那个众生的境界目前是如何 你要想 哎呦啊 我这个姐姐她是怎么样 我那个大姐 二姐 三姐 四姐 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有上根 那个比较没上根 然后我应该要回向希望他们怎么转变 然后哎呀那个哥哥二哥都不吃素 还喝酒 我又要怎么回向他以后也跟着走一样的路 要这样子来来诚心的帮他们呢 写剧本 回向 所以他们也是让你修慈悲的人 他也让你呢修功德 因为你会回向给他们 你就修布什波罗蜜的功德了 所以请问你的你所修的功德谁给你 就是那些不听话的人给你 因为你看他们很糟糕吗 不修行吗 你回向他们能修行哦 所以他们都是让你成就布什波罗蜜 就是十种清静师 其中一个叫回向菩提师 回向一切众生跟我一样有菩提 要吃长树 要受持三个五界 也念佛求生西方 去那边做大菩萨广度众生 找成佛道 这一生都能够同生极乐过 这个就是菩提愿来啊 这个回向叫菩提愿啊 你每天做这个工作啊 很勇工啊 尤其是佛诞日啊 菩萨诞日的时候啊 拜愿啊 诚心求啊 求他们赶快转变啊 这一种的愿力啊 这种的回向的愿力啊 是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你就有办法转一个凡夫 变成圣人将来 那所以呢 为什么你可以把一个凡夫转成 就是因为你默默中努力 那么你自己也就成就 别人成就你也成就嘛 对不对 那么成就谁给你 就因为你乖咯 你去帮那个不修行的人咯 你就回向给他咯 所以说 没有众生就没有菩萨能成佛咯 若无众生 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 所以学佛是很快乐的 没有烦恼的 可是有些人还不懂 所以还是很苦恼 一遇到不顺就苦恼 其实不需要这样 你要好好深入探讨 一层一层剖析 一层一层深入 经文所讲的是什么 你越来越明白了 你越来越看到 的确是可以的 No problem 所以我现在就越来越能够 体会上人这一句话咯 Everything is okay No problem 从跟着师父 1990年到现在 一入法总 就一定听 一开始一定 你看上人的书 一定看到这一句话 Everything is okay No problem 听了23年 最近这几年 才越来越能够体会说 以前我们都觉得 艾安安是师父的境界 他已经 Everything is okay No problem 好像是师父的修行 跟我没有关系 我可不能 Everything is okay No problem 可是现在的想法 可不是那样咯 都会觉得说 哎呀 其实 修行就应该 Everything is okay No problem 如果你觉得 有problem You are not cultivator yet Why Because 这个 普贤和安品都讲了 很清楚吗 菩提属于众生 做无众生 一切菩萨 终不能成 无上正觉 我们觉得 有problem 我们说 不是Everything is okay No problem 就是说 我觉得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ok的 有的事情是不ok 那就是表示说 你执着 你执着 这样的事情 就不ok 但是呢 如果你有菩萨智慧 你还是觉得 哎呀 是不可得啦 即使做得很好了 也是不可得 做不好 也是不可得 我何必起烦恼 但是我要转变 我要把人家的不好 转成好 我要把我的不好 转成好 这是你要努力的 而不是来去 执着 现在已经很好 或者不好 No 我们不要执着 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只是你要去想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都是制造很好的机会 让我 修什么 离烦恼因 跟离烦恼因的机会 什么事情触到你的心 就在给你 给你什么 机会 看你有没有执着 设神相畏处罚 让你知道 你有没有执着 设神相畏处罚 让你知道 你又不会 又再起欲结 称觉 害觉 还有称想 欲想 害想 所以每一个境界 每一个人 他的一举一动 你最执着的人 或者你不执着的人 他们一举一动 都是制造很多的机会 让你们修行的 修法身 你想修 你想修法身 谁来帮你修法身 就是这些平常人 有修行 没修行的人 都是给你修法身的机会 因为他们每天都让你看到他 每天都见到 一起生 就见到他了 叫人 要不然 去学校又见到同学 又看到老师 这些人 你每天要见的 他们就是 给你菩提的众生 如果你是想修菩提 他就是给你修菩提的人 当他对你好 讲出来的声音 你听到了 也是给你机会修法身 你不要执着他的声音 他赞叹你 你不要开心 他说你不对 明明你对 他说你不对 你不要生气 你一生气 你就执着他的声音 然后他说你很好 你就很开心 你也是执着他的声音 所以 他说你好 说你不好 是不是同时都是 给你修行 不执着色身相畏处法 我想问你们 所以你们要有正直正见 所以我们学大乘法的人 要有正直正见 有正直正见的人 心里很清静 没有分别心 我们讲说别人有分别心 对佣人有分别心 主人跟佣人之间有分别心 其实我们也有分别心 我们分别说 你都不能起慈悲心 我们还是有分别心 对吗 我说你不慈悲了 你都对那个佣人不慈悲 OK 其实你说他不慈悲 对佣人不慈悲 你这个念头就是分别心 你在分别他不慈悲 所以不是他有分别心 你也有你在分别他不慈悲 他在分别说 主人应该先吃 吃了才轮到佣人吃 他在起这个分别心 那么你起的分别心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慈悲 不应该不慈悲 那你是不慈悲的那一种 所以我们还是落入分别心 所以我们还是不亲近 我们还要用功 还要继续努力 所以我讲出来这样 剖析出来 我希望的 我不是在说 我们大家都没有修行 我只是让大家清楚了解说 其实我们还是小孩子 学走路啦 还不太会走路 还要学 还会跌跌撞撞了 常常会跌倒了 你知道吗 因为自己的菩提心不够坚固 常常常忘失菩提心 修是修 一起烦恼就是忘失菩提心 忘失菩提心 还是不是属于华严经的修行 修行的那种的程度 还不是那种程度 还是普通的善人罢了 但是是善恶夹杂的人 有修善又起烦恼 是善恶夹杂的人 所以你们听我这么说了 你们觉得在生活世界修行容易吗 很难耶 真的很难的 在家人也有在家人的烦恼 出家人也有出家人的烦恼 都有的 上人讲过了 这不是我说的 就是本来就是如此 因为我们还没有破见识祸 我们贪嗔痴还没断 还没断 那个贪嗔痴还在阿拉耶士里面藏着 我们阿拉耶士一直执持 他说执持根深器界 气势间 全部在执持着 就是我们的阿拉耶士有一种 一直拿住不肯放的一个工作 阿拉耶士一直执持着这个身体 执持着你的六根 执持着你的无量节所造的 善恶月的种子都在里面 目前继续造的业也继续在收藏 他是big store 永远都装不完了 他可以有无量无边的空间 让你继续装很多业 善恶月在里面 然后呢 他还在支持着的就是说 这个世界 这个身体 所以变成说 他也支持善恶种子 包括你的习气毛病 你的贪嗔痴 这种无名烦恼的种子都他在那边 那边 在那边呢 支持着很 很稳很稳 不肯放的哦 不容易的 那么你要怎么把这个无名烦恼种子 舍掉呢 拿掉哦 这个就是要靠精进的修行才可以咯 所以就像法障菩萨的example 他就是要先不生什么 欲绝 称绝 害绝 不起 欲想 称想 害想 不着 设身相畏处法 一直在这边努力 这个是先修这个离烦恼因缘 然后呢 还要进一步咯 再继续看 他还要进一步做什么 大家都 忍力成就 不计重苦 少欲知足 要对治 修对治 现在要研究的就是少欲知足 我们上个礼拜呢 讲的就是修忍嘛 还有一点 也有谈到一些少欲知足 今天会继续讲少欲知足的道理 那也就是说 你不起烦恼因 也不执着烦恼缘 你还要进一步 怎么样让你彻底的 不执着外缘 也不那么容易起烦恼呢 你要修忍哦 用忍 忍下来那个境界 不要去称恨 也不要起贪欲 也不要起称恨 顺你的心 你不要就开心 不顺你的心 你不要就难过 你一定要忍那个境界 忍那个不顺 跟顺的境界 所以修忍 其实不是只是忍 腻的 还要忍顺的哦 两样都要忍 因为顺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起贪心 有些人赚钱赚得很顺哦 他就想 不够你 我现在就赚多一点好了 不然以后我不能赚了 怎么办 还是收多一点 在我的银行存款 他赚得很顺的时候 他就想要更多 这个顺进来的时候 你的贪欲会出来的啊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忍 我现在很顺的时候 我要少欲知足 这个也要修 那很多人都不知不觉 就起贪了 一直在追了 反正现在赚钱很顺很容易哦 我赶快赚一笔了 一直忙一直忙然后他就可以把修行撇放到一边 那是他个人在追求五一乐钱财这样而已 然后再来 你看啊 不记重苦 不记重苦就是说我修行上所遭遇到的痛苦 或者我跟别人相处所遭遇的痛苦 我都不要计较 也不要伤心 也不要难过 你不要难过 你应该少欲知足 他并没有把我杀了 他只是骂我一顿 没有关系 他也没有打我 你要这么去想的 要忍这个境界 然后不记重苦 然后要少欲知足 大家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呢 忍力成就 不记重苦 少欲知足 无染会吃 三昧长期 智慧无碍 好 忍力成就 不记重苦 才能够呢 修忍入波罗蜜的人 才能够彻底的不起烦恼 不起贪 也不起撑 也不起害 你要彻底 你一定要忍力成就 不记重苦 但是顺的那一方面 一定要少欲知足 这个是对峙你的贪 撑跟吃 一定要用这三句 忍力成就 不记重苦 少欲知足 然后更彻底一点呢 烦恼体都要舍了 烦恼体是什么 就是染会吃 染就是贪 会就是撑 所以染会吃 就是贪撑吃 更彻底的 要让你永远呢 遇到什么境界 或者没有遇到什么境界 不要一直想那些 让你烦恼的事情 不要去想它 因为一起想它 就是一种撑绝 害绝了 如果面对的时候 起承认心 就是起撑想跟害想 这样明白吗 不要 我们一定要呢 彻底的 让自己永远不再 面对境界 又再来落入烦恼 或者呢 没境界来 你也突然就想到 以前不如意的事 又再来起烦恼 昨天不如意的事 又再起烦恼 不要 这个都是落入 欲绝 撑绝 害绝的问题 那么面对的时候呢 你要怎样保住自己 不起撑想 害想 也不取欲想 你要这么用功 这是你在 每天在训练自己 但是最彻底的 还是呢 法障菩萨 他了不起 他已经能够有办法 无染会吃 没贪嗔吃 表示他的贪嗔吃 完全 服 服到乃至断掉了 完全没有贪嗔吃了 那这个就 如果是真的贪嗔吃断了 他就变成是 阿罗汉以上的圣人了 他就是这么用功修 然后这样的 还要进一步修定 修什么 三昧长吉 让自己常常在定中 然后智慧无碍 有真正的定 才能够产生 真正的智慧 所以三昧长吉之后 才能够智慧无碍 我会突然就会想到 我昨天讲的法 昨天在特别安讲的 我给你们看 因为跟楞严经有关系的 那么楞严经呢 讲的道理 真的是 他是开智慧的经 他讲出众生的 真正问题在哪里 因为他说我们众生 有一个旺本跟真本 你知道吗 我们凡夫都以假为真 以真为假 我们每天很相信 自己的心事 意识心 我们的分别心 我们很相信 那分别心的后台老板 我给你们讲过 就是摩纳士 第七摩纳士 摩纳士就是我执跟法执 就是这个 很强烈的贪嗔痴 慢 我爱 我慢 我贱 我吃 我有我自己吃心的那一方面 欲吃的那一方面 比如我就爱吃喝咖啡 那个也是我吃 跟我爱 明白吗 这个就是你的摩纳士 摩纳士使到你的地露意识 会起很强烈的 作意 欲望 我要 如果你的我爱 就是爱喝咖啡 时间到了 不喝 你没精神 一定要去喝 所以那个 第六意识 就会想 我要去泡 然后就用身体 就身世咯 身体 要去把眼睛要配合 把咖啡找出来 对吗 眼视 看到咖啡了 然后开水 热了没有 还要那个 看来没有 咽出来 还没有 煮 摸一摸 烫不烫 这个 眼耳鼻舌身 这前五识 配合才能够泡一杯咖啡 然后喝下去 那你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的摩纳士 有我爱 已经10关走 哥哥还那个10关 第七摩纳士 让你的第六意识 时间到了 第六意识 已经动念 我要配了 我要喝了 我不喝 我不行了 我一定完了 所以第六意识 想喝了 一定叫前五识帮助 眼睛去找 就看到眼视 咖啡在这里 然后热水在这里 煮好了 这个是满满的 可以泡 所以前五识是工人 第六意识 公头先讲 我要喝咖啡 那么前五识配合 OK 眼睛去看 去找出来 然后呢 手要去泡 身体要去做工 就前五识配合 才能够成就 喝咖啡这件事情 那是公头主使 那么谁叫公头说 要动一个念头 要去 order他们去做工 去泡咖啡 因为摩纳是 后台的manager manager有我爱 他一直在那边 念念不停 这个叫行音 我们有射受 想行事 有没有 关于菩萨讲 照见五印皆空 度一切苦恶 有没有 你要没有苦 你要把五印看空 五印有一个印 叫行运 行运 想运是第六意识 行运是你的摩纳 摩纳是 在任元经讲是细流 就是流水 你们看得到的流水流动得很快 那个已经是属于第六意识了 你看不到的暗流 有时候你看到 那个河流很近 没有在流动 其实下面 河底那边流得很急 那个流得很急 从来不会停止的 上面看到 好像停止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不打妄想 好像什么都不想的 静下来 第六意识好像平静了 其实第七摩纳是没有平静 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 一秒钟停止过 暗流 一直流不断的 那个叫第七摩纳是 无量节以来 他一直在做怪 他一直让我们动念头 要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那个摩纳是 就是我执 叫巨生我执 跟巨生法执 与生俱来 你一出是跟着来的 阿拉耶识一入胎 到妈妈的肚子里面之后 慢慢的六根也有了 那第七世也发展了 第七 然后前六世也出来了 因为六根有了 就可以看了 就有眼是耳是鼻是这些 然后摩纳是来做manager了 他做工了 然后你今世又造了一些业 那么现在要告诉各位的 就是说 楞严精讲的这个道理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每个人呢 昨天我们说的 我先拿给你们看 其实我要讲这个 真的不容易讲的 要讲这种为事的道理 讲一切唯心照 就是你真的 楞严精是有谈到这种如来藏 就讲我们的佛性 如来藏就是我们的Buddha nature 我们的佛性 但是我们现在是凡夫 我们的佛性已经转变成阿拉耶识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变成阿拉耶识 因为五死结以前起了一念无名 无名就是有生有灭 对不对 然后我们佛性是不生不灭 所以不生不灭的佛性 动了一个无名的念头 有生有灭的念头 变成有生有灭跟不生不灭 配合在一起 就让你的佛性起了一个变化 它好像变成一种阿拉耶识 那么这个阿拉耶识 所以叫一念不觉生三系 一念一个念头不觉 就是起了无名 就是产生三系 三种很维系维系的 就是讲说把佛性 也叫真心 转变就如来这样 把它转起了变化 因为生灭跟不生灭配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阿拉耶识 阿拉耶识有三系 就是阿拉耶识本身 它的功用 也很不可思议的 我们把阿拉耶识一转 就变成成佛了 就变佛性了 就成佛了 现在要转世成智 把阿拉耶识的这种意识 转成智慧 就可以成佛了 那么现在我要告诉你 就是说 这个阿拉耶识呢 有三分 我现在呢 要给你们看的 就是那个chat 以前任言讲西班 我给的chat 你们看啊 我们的心性 也叫佛性 叫真心 真心呢 就是一真法界 不生不灭的常驻真心 这个是我们本来 每个人都有的真心 OK 这个 这个真心呢 因为无始无明 一念不绝 这个一念不绝 就是起了一个念头 就有生出来一个念头 这个就起了生灭 有生有灭的念头 一落入这个境界之后呢 你的真心就变成 不生不灭的真心 起了念头 那个念头是有生有灭 所以你的真心变成 生灭跟不生灭 配合在一起 你的真心就变成什么 阿赖耶士 为什么我讲成阿赖耶士呢 因为 因为呢 英文是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呢 你们看啊 阿赖耶士 他就是 你看 这边讲 一念不绝 生三世 有没有 就讲我们众生的 第一个念头 起了 起了无名 第一个那个无名的念头 那个就是叫 一念不绝 生三世 就把真心转变成 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有三世 就是阿赖耶士呢 有三个 Sapter Marks 第一个叫什么 夜象 第二个叫什么 转向 第一个 第三个叫现象 也叫什么 至正分 见分 跟相分 你们 没有学过 热源经的人 就不会懂 学过的人 就觉得也不陌生 好了 我现在讲 讲给你听啊 其实我要教你们 告诉你 你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了 这是无量节 无始节以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起了 一念无名 把真心呢 转变成 阿赖耶士 然后有了阿赖耶士 我们可惨了 我们轮回无量节了 还一直不会回去真心 为什么呢 因为阿赖耶士 他很active 因为他是有生有灭的 一种世心 OK understand 阿赖耶士是大老板 阿赖耶士是大老板 他要有manager 有工头 有工人 他的manager 就是第七摩纳士 他的工头 就是第六意识 他的工人 就是掩饰 耳士 鼻屎 舌屎 生事 那么 当他看到东西呢 就是掩饰 在做工了 OK 当他听到声音 就是耳士 在做工了 然后 谁叫你去听声音 第六意识咯 有意思要去听吗 OK 那所以 我们就一直做这个事情 每天看 每天去听 然后就觉得 这个人我喜欢 我要娶他为妻 我要跟他为伴侣 但是你不是只是每天面对太太 将来有孩子要面对孩子 可是要养孩子 也必须要去上班 你还要面对 还要面对同事 还要面对 这个谁啊 你的上师 然后还要生病 还要面对doctor 对吗 还有朋友来给你 支持你 所以我们就变成 我们要交很多朋友 我们要认识很多人 然后跟他们相处的当下 我们又 那个工头呢 工头哦 又每天就叫那个工人 去看去听咯 怎么样来满足自己的爱遇咯 不满足又来起称恨咯 然后又跟别人结了三恶的缘 就一直这样 这样子在 做轮回的戏咯 演轮回的戏 这个就是凡夫啦 那么愣眼睛告诉我们啊 我们的阿拉耶士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 他有三分 第一个叫什么 大家都读 相分 第二是什么 见分 第三是什么 至正分 至正分呢 这个叫根本无名 也叫夜相 你看 真如一分迷中之佛性 就是说 我们的阿拉耶士 也有佛性含藏在里面 那一个呢 就是叫本觉 我们虽然是迷哦 我们虽然是阿拉耶士 很active 对不对 我们佛性还在 佛性还藏在阿拉耶士里面 还在阿拉耶士里面 那个就是叫至正分 那个呢 那个佛性是有一分无名的佛性 OK 那我们呢 还有很多无名咯 每天就去见咯 然后去献像咯 献很多像 我们的那个阿拉耶士 因为含藏很多种子嘛 所以呢 它就献很多像 让你这个凡夫 每天去见 所以其实 你看到的 你没看到 都是你阿拉耶士的种子 献出来的像 让你去看 让你不看 然后想看不想看 都是见分 那么现在要讲的时候 献像 你看 无名盖父真心 就 我们的真心呢 本来就是不生不灭 是真空 可是有了无名 就把真空 盖起来了 所以真空 这时候呢 不真空了 真空转变成虚空 所以请问虚空 是谁创造出来的呢 我们每个人的阿拉耶士 阿拉耶士 当你变成阿拉耶士之后 从真心变成阿拉耶士 你就有办法现虚空 为什么有办法现虚空 因为你有那个 一念无名出来 无名盖父真心 就把真空 因为真心本来就是 真空嘛 不生不灭的嘛 空空洞都没有事情的嘛 真空 他把真空没事情的你 转变成了有一个虚空 看得到的虚空 虚空大家都看得到嘛 空空的嘛 你看得到的叫虚空 真空呢 是看不到的 understand 你看 我们就把真心的真空 转变成虚空 所以我们有办法现虚空 有了虚空呢 他说 无名凝结 因为起了一念无名 不是就停止 会继续起无名 很多无名念头 凝结在一起 就把无名凝结 就变成四大 你看 无名很厉害的 他会让你的真心的真空 变成虚空 然后呢 无名太多了 凝结了 哇 他又变成 什么 四大 地水火风 各位 有了地水火风 就有世界了 planets 太阳 月亮 什么星 金星 火星 地球 很多的星球 就出现 都是地水火风 创造 你看我们地球 是不是地水火风 地球也有地 也有水 也有火 也有风 对不对 所以是我们阿拉耶稣的相分 现出来这个世界 现虚空 现世界 然后世界里面 一定有众生 跟国度 对吗 也是我们的 你看 有知觉的就叫众生 没知觉的呢 把那个妄想 沉淀下来 就是叫国度 所以这一切一切 叫相分 谁献出来的呢 阿拉耶稣 因为跟无名配合 就有这个相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们阿拉耶稣的种子 都是无名种子 你知道吗 这些无名 有染污的 也有清净的 那染污的 就是无名的 有三二种子 二种子就是无名的 如果清净种子 那就是我们的佛性 那一面 就是知证分那一面 那我们呢 现在 怎么样呢 限那么多境界 来让你每天去面对 OK 你每天要跟谁在一起 这个是你阿拉耶稣种子 今世就必须要跟谁 常常相见 OK 然后 你见他的时候 听他的声音的时候 嗅到他的气味的时候 或者你吃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身体接触到的时候 你就是见分 阿拉耶稣见分 用什么来见呢 眼耳鼻舌身一 六根 对六成 所以其实六成 也就是阿拉耶稣的什么 相分 阿拉耶稣线六成 境界 那我们凡夫呢 每次一见呢 我们就说 这个我看到他 我们又就觉得他跟我不是同一体 你都会觉得 他骂我 我很伤心 这是凡夫的反应 对吗 但是我告诉你 你懂这个chart的人 你不应该伤心 他骂你 其实是谁骂谁 自己骂自己 因为他是谁 献出来的像 你的阿拉耶稣的种子 献出来的像 他来骂你 所以他骂你是你的种子 跑出来的 跑出来他来骂你 其实他也是你献出来的一个人物 这时候他是应该骂你的 明白吗 所以如果你有智慧的人 你应该见到的时候 见到他骂你时 你用文殊菩萨的智慧 善用其心 折获一切生妙功德 若被骂时 当愿众生 什么什么 发这个愿 你就是在修菩萨道 修菩提 那菩提谁给你 他骂你给你的 因为你会发愿 他就给了你功德 那你发脾气呢 你就跟他一起造业 那 然后见分 见到了 起烦恼 哦 起烦恼 应哦 起货咯 造了口业了 然后 这样还要受果报 还要演不好的戏 这样明白没有 所以这个chart 非常管用 非常好的 那我们现在要回家 要回去 真心怎么回啊 就是入法界嘛 像华英卿所讲的 入法界品 怎么回去 我们一定要先了解 我今天 从今天开始 我想去极乐世界 对不对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我往生的 那一刹那 我接下来的日子 我每天会见到的人 看到的世界 看到的国家 看到的城市 看到的房子 这些气世间 跟看到的 这个友情世间的众生 我都要知道 他是谁献出来的呢 我的阿拉耶士的相分 然后我去见他的时候 我一定要用 大致文殊 苏利菩萨的智慧 来去想 因为文殊菩萨呢 在经横品里面 教我们 顺境逆境 都要善用你的心 你就得到功德了 所以给你逆境的众生 也会给你功德 只要你懂得发好愿 而不是起烦恼 你就是修这个 很简单 好吗 那这样子修了 越来越不起烦恼 可有救了 福烦恼 福到极点 你看你要修念佛三昧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到得念佛三昧的人 再也不会起烦恼了 因为他的念头都是充满 阿拉耶士充满什么种子 阿弥陀佛的种子 所以呢 他所听到的声音 全部是什么声音 阿弥陀佛的声音 那人家赞叹你 也是阿弥陀佛的声音 人家讲是讲非 你听到也是 他在念阿弥陀佛 请问你还没在起烦恼吗 不会了 所以你变成你的脑子里都是阿弥陀佛 当然整个静虚空变法界 全部都是阿弥陀佛 所以你就是在一直在拿功德 所以得念佛上面的人 天天都在拿功德 他不用刻意修什么 不念而念 念而不念 他不用刻意去念佛 他都一直在念佛了 不用说 我需要念佛了 不然我今天没有念到佛 他不用刻意义的 因为他自然 自然脑子里都是一只阿弥陀佛 那这种人呢 把烦恼服到死死了 他阿拉耶士上面的种子 充满的都是佛号 那些无死的那些贪心 称恨的念头 称贪心的念头 要追这个人念头 那些贪嗔痴的种子 也都还在这个阿拉耶士里面 还在 不过呢 因为你还没有正果 还没有拔掉 还在 可是都被阿弥陀佛名号 压到很死 他发不出力量 所以你就是一个 服烦恼的众生 你一直服服到你最后一刹那 要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只有念佛而走 你不是在那边 还在挂东 过去 哎呦 还没有看到儿子 不行 他还在英国 看了才走好一点 他不会动这个念头了 因为他只有佛号的念头 现前 所以他不会起那种见识 或说我想要看谁 有一个贪欲要看谁 没有这个贪欲的念头跑出来 因为他充满的就是念佛的种子 在现前 所以为什么也要学法障菩萨 虽然我们还不是行菩萨道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我们还是要明白这段经文的 就讲保持自己这一生去极乐的人 你们从今天开始就要修离烦恼因缘 遇到谁 对你好 对你不好 你要降伏你的心 让你不要烦恼这么赤胜 好好诚心回向 让弟子以后再见到这种人 他讲这种话 或者更糟糕的话 我都不要再这样 愿我能够像佛所说的 若被恶骂的时候要如影甘露 我才是可以做佛的入道智慧人 我愿意像佛所说的 这仪教经这样来反应 希望佛慈悲加倍 让弟子能做得到 你这样诚心回向 你这样回向 你就会让你离烦恼 这一个环节会修得比较好 就比较可以服烦恼 然后就念得下佛了 你不挂东挂西才能念得下佛 那就比较容易 忍利成就 又不计重苦 又少益知足 然后才能够进一步什么呢 无染会吃 没有什么贪嗔吃了 现在很淡了 看到什么人都很淡 人家讲是讲非不守规矩 你看到你听到 你不会有特别的很强烈的反应 你都看得很顺 好像不觉得这个是二 这个是三 如果你能这样 其实你虽然不是 真正的断贪嗔吃 你也是服务的贪嗔吃 也可以算是 像是无染会吃 恭喜你 如果你修到这样 有一点像那个孔子 到了六十岁以上 他不是说耳顺吗 听到什么声音都很顺 都不会觉得 哎呀 因为孔子是很明理的人 你那个徒弟讲一句话不对 他就说你这个是错的 你不应该这样讲话 他很知道什么散恶 very clear 到了二十岁 六十岁以上之后 他修得很好了 他们再怎么说 对也不对 他都听得很顺 他不会有一个很强烈的 一个反应 起很大的动念 心里不会起涟漪 何况起波浪 understand 那个就是说 有修行的人了 有定力了 没有这么容易起什么 善恶的念头 哥哥早还禅定咯 你们看啊 六祖大师 六祖大师 他 不是有人要抢他的一波吗 惠明法师要抢他一波 他就逃逃逃 他就把一波呢 就放在那个石头就跑了 好啦 给你啊 我不要了 我逃 我逃 然后那个惠明法师呢 哇 快走走咯 快走走咯 快走咯 走不走咯 因为呢 黏在那个石头 拿不掉那个一波啊 所以他知道呢 我是没有得恨抢一波的人 我是没有正果 我不是主师 我拿不到 所以我惭愧 我不可以抢 所以他才知道 这个才是真正的主师 名符其实的主师 所以他和他忏悔 他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来抢一波 我是来求法的 请善者是指导我 我要怎么了生托死 怎么修 什么是我的本来面目 他问他 因为他们常常要知道 我的本来面目嘛 请禅师告诉我 什么是我的本来面目 那六祖大师说 不失善 不失恶 正在这个时候 就是你名上座的本来面目 就是讲说 你现在要找你的本来面目 好简单 你就在这个时候 不要想谁对 不要想谁不对 不要想善 也不要想恶的 不起善念 也不起恶念 什么念头都不起 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其实主师讲这个 就是在讲 当你不要那么active 去动念 他很坏 他很善 或者 我要做这个事 我要去帮这个人 做这个事 这个也是起善念 连这个都不起 什么念头都不起 公黑呢 第八阿拉也是 走公 不叫那个manager 叫那个公头 去看 去听 去想 不要 也不想 也不听 完全start 要献出你的真心 暂时献出来 那个就是你本来面目了 天下本无事 庸人之老之 不要再做庸人了 他叫他修这个 所以修禅的人 真的是心里 是很平静 他没有这样多 好像 有些人不明白 他修禅是修禅 他听到一个声音 他就很反感 有些人都喜欢静 修禅的人喜欢安静 他听到人家唱诵 法会 而且他就很 赶快走掉 觉得很吵 或者有人讲话 他也赶快跑掉 因为他觉得很吵 让我心不能静 其实这个都是 不懂得修禅的人的反应 真正禅定波罗蜜 是自在圆容的 是必须要呢 你多么吵 你多么的静 我都是 不失善 不失恶 我都要保住 那个清静的心 清静心 不打妄想的心 那才是真的啦 那我们今天 修念佛法门的人 我们怎样 保住这个清静心 我们念佛 不要想 不要想那个事情了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直念佛就对了 以念佛来降服一切的万念 其他的妄念跟万念 无量无边的念头 用这个来对峙 你的无量的妄想 执着 所以其实都要以独攻读啦 念佛也是独啦 因为也是一个念头嘛 妄念 不过这是清静的念 所以 为什么 虚云老师上讲 你们要了生托死了 两个法门最好修 最容易的 不是参参就是念佛 参念佛是谁 或者念阿弥陀佛 他人这两个咯 是最容易 因为这个都是以独攻读 你在参也是在做工 也是在起望念来去参他嘛 也是独嘛 只要有念头都是独 但是这个叫以独攻其他的独 其他独不让你起 只剩一个独 好办事 就可以成就一个打成一片 譬如念佛打成一片了 再进入生一点就是三昧了 那个就是念而不念 不念而念 没有感觉自己在念佛了 那种的境界就是 已经是三昧定律了 这种就是很安全 你要去集的世界 是绝对没问题的 这是有功力而去的人 这样明白 想到以前我跟你们讲说 众生会取欲跟撑跟害 因为不了五成过患 不了解五成的境界 就是射身相畏处这五成 他的过患 他的不好 就是会让你起烦恼 同样的很平等的 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都会让你起烦恼 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叫烦恼 你还很enjoy 他在happy当下 他是在起烦恼 他不懂 因为他起的是贪欲 享受 这个也是贪嗔痴的一种 也是在起烦恼 他不知道 他在那边开心快乐的不得了 高声唱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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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都好 但是那一种的表 那一种讲出来的话 动的念头是很强烈的爱欲 是very very strong love and greed that is also creating karma 也是属于动的烦恼 所以你看让你很开心的境界 其实也是让你造业的一个境界 所以这个叫五成的过患 那么呢 所以说婆 很危险的 我们讲这种color okay是不好 我们就讲修行是好的境界好不好 OK 你们来拜参 你们拜参的这个境界呢 这个色身相畏处 拜参的是有色尘跟身尘 要看书 有看到人 有看到法师 有看到中古 有看到待法会的情况 有听到声音吗 你也是面对色身相畏处 说我世界的色身相畏处 乃至于是修行的色身相畏处 都有过患 因为众生呢 面对了的时候 他会起执着 如果法会很殊胜 哇 开心的不得了 也是动情嘛 喜怒哀乐 爱恶欲 还是动情 如果呢 带来很糟糕 一直唱错 哎呀你们一直不能专心 怎么乱唱呢 你也跟不来 打了很多妄想 是不是 参加法会 又打了很多妄想 又起了很多 无名烦恼 是不是 这个 这样好的修行的东西 都会让我们 面对这个五层 修行的五层 你都会 还是有机会造业 所以这里的五层 是这样的 即使是修行的五层 你面对了修行的五层 你还是一样造业 还是一样会起 贪婉 或者称恨 分别 只有极乐世界的五层 有 同个 极乐世界的五层 是圣庙的五层 它是无漏的五层 你看到 你听到 只会发菩提心 念佛 念法 念神的心 这里不是这样 这里的五层 如果是好的 也会让你发菩提心 但是不能天天 遇到这样子的 你明白没有 有啊 有时候你参加一场法会 哇 让你拜到真的开了物 有些人念华严精 念到 哇 好像起大觉悟心 这个只不过是 这个时候有这样 可能明天你再经验 又起大烦恼心 也很难讲 对不对 它不能永远 它偶尔罢了 所以这里的是五层 是有过患 过患呢 就是说 它的 因为这里是我们众生的工业 所以我们虽然有福报在这里修 我们还是同时在修行过程当中 因为自己本身有那个很恶劣的种子 就是贪嗔痴很重 你的那个莫纳士 我执 法治很强 贪嗔痴很强 我爱很强 你喜欢这个 taste 以前的人比较不会那么attach 现在attachment很强 这个attachment就使到 你现在看到的法会的境界 就是会有的好 有的不好 然后你就会怎么样 看到的佛教徒也是这样 反正 说法世界的五层是有过患 如果你们要修行的人 就要学习降福 你不要执着 好 你要学谁呢 文殊菩萨一样 起善恋 发好愿 不好也要发好愿 就对了 很简单 所以我们要修法身 就是这样 离烦恼因缘 对这里的 我们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我们往生 我们将来会面对 假如你发现你一天比一天更好 你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好 但是你也不能执着 你只要老老实实 每天 增加你的佛号 增加你的咒 念念到你真的 譬如吃往生咒的人 就念到你了 真的永远不会起烦恼 就是佛筑顶门 六十护身 愿害远离 现世安乐 活着的时候 就是只有安乐一个字 你再也没有什么好 让你恐惧的事了 你很安乐 你到这个地步 你可以一心念阿弥陀佛了 就专念阿弥陀佛 你就在这边下功夫就对了 其他什么事情都去面对 听到人家讲什么话呢 不要去念那个 念佛 念咒 不要去念对对错错了 那那个你还不懂 你看到这个书筑 你就觉得你还是一个不会修行的人 对吗 现到那个像 在这个往生之前 面对的境界 也是我献出来的阿拉耶士 假如我还在 每天一直不断的 从我死之前 我一直在听到 一直在听 是是非非 然后一直在在乎 是是非非 我告诉你 你这个人 你的阿拉耶士种子很差 里面都是 是是非非非的种子 所以每天 就是见到是是非非 如果你是一直 往极乐世界的路走 是是非非 对你来讲 已经不是是是非非了 它影响不到你的清静心 因为你阿拉耶士充满的是 清静的那个念头 清静的种子 所以你看到什么 你都会看到它 纯善的那一面 你会看到它 无偿的这一面 这有什么好去 好去起是非的念头 你要去check你自己的脉 所以你要知道 你修行到哪一个程度去 就是你大概 你现在是不是 比较清静了一点 你看你还要继续一直追 追你的念头 看你念头是不是很 还是 还是有一些不顺的 听到这个又不顺 看到这个人 我又一点不舒服 还有一点不舒服 就是还不合格的 不行的 你要让什么人 都障碍不了 你的清静的心 不要因为他们 而起了贪嗔痴 这个才是真正有心 要修行 要离烦恼的人 要修法身的人 今天要讲 扫欲知足 剩20分钟 我们大家再读一次 不多求 就是扫欲 然后知足是什么 得扫而不懊恼 不多求 现在面对这个境界 不是那么理想 你不要要求那么多 你就接受 得到的就是这样不理想的境界 得扫了 就是得到你不满意的境界 叫得扫 不要懊恼 不懊恼就是说 不要很 哎呀我知道就不要来啦 原来这样差的 不要懊恼 不要起这种懊恼的心 明白吗 你懊恼你惨的啦 一炒一幕 一看到什么 连修行也起懊恼 哎呀我知道就不要来啦 走错路了 浪费时间 不要懊恼 有懊恼表示你还是执着浪费也不浪费 执着呢 这个 这个很顺 这不顺 都是着象的一个凡夫 执着受佛世界的一个凡夫 所以知足的意思是说 我知足了 虽然今天我办事不顺 那也不做啦 也有办到一点点事 这样明白吗 所以不要去attach 你的feeling scandal stop feeling scandal就是受阴 你的色神 色神今天去看去听 然后去办事了 受阴就说 哎哟 今天很不顺了 就起了一种不悦的心境 你说不好的啊 你说就是受阴很active啊 不要 扶他 嗯 这个是不用刻意 我跟你讲 这个不用刻意 你慢慢你会进步 你慢慢你心里会比较平静 其实修行就修一个字罢了嘛 急嘛 当你修成功 你往生的时候 我们说老和尚圆急了 圆满 修寂静了 把寂静给修圆满了 叫圆急 所以呢 就是要修这个急 那么呢 我们要讲修这个急 千从少益知足啦 叫你什么都急不行啦 你就是说 我今天得少 我不懊恼 什么叫得少 不懊恼 不一定是说 我得到利益很少 我不要懊恼 包括 你很希望这样 你的感觉 觉得应该是 没有问题 结果还有问题 就是得到少的 achievement 不要懊恼 这就自主 不要反感 不要不悦 我讲到这里 我就想到 其实我要给你们看的东西 还没给你们看到 愣言经的那个 头纳为细事 我们想要去极乐世界的人 更应该要懂 愣言经的道理 其实是有帮助到你 因为愣言经讲的是 成佛的道理 教你怎么成佛 它也是 虽然是开智慧的经 其实也是讲到 如来密因 修正了义 教你 告诉你如来的秘密的因 释迦牟尼佛 乃至十方诸佛 他的秘诀 他到底修什么因 什么秘因 为什么他可以成了佛 他怎么修行 什么正果 修正了义 他的complete meaning 他的圆满的道理 都在 愣言经 如果你不懂里面道理 你也是 还是不会修成佛的 走成佛的路的 其实要走成佛的路 就是他会告诉你的 如来仗世 不生不灭 那个才是你的真本 妄本就是你的 生灭的妄想 你的妄想 你喜欢啊 不喜欢 这个是恶 那个是善 这好吃 这个不好吃 这个人很坏 这个善 这个都是你的妄本 不要皈依它 不要听它的话 应该要听你的 本来的你是没事 没有意见 没有善 没有恶的 那个是 没有这个生灭的妄念 是不生不灭的真心 你要皈依你的真心 让自己静下来 静下来 把妄念级静下来 你就可以一念不生 什么 全体 那其实讲来讲去 一路一路在讲 就是叫你要静下来 叫你 告诉你 你不要那么在乎 你在乎这个人 对你好 对你不好 其实这个人 对你好 对你不好 也是你的阿拉耶士的 什么 相分 心里有无名 献出来的境界 无名凝结 才有四大 有四大才有众生 有感情有思想的就是众生 对吗 无感情的就是一个无情的东西 倒是你阿拉耶士 献出这么多人事物 这么多地方 给你去看 给你去住 你还住到执着以后 死了 变成 变成那个什么 有些人顾庙 顾到最后死了 的时候 他就变土地公 回来 回来 他做神 做土地公 来顾那个庙 也有将来 有的变狗 来顾庙 明白吗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执着 不能的 你要知道 这个庙多么好 多么怎么样 都是 阿拉耶士所献出来的像 有必执着 假如你有修行 你阿拉耶士转世成智 你发大怨 大怨大恨 成就出来的 就是庙有的一个进度 那个更好 像其他世界的成就是最大的 目前 那个不是更棒 为什么要执着一个地方 然后你来 来 害到你死的时候 去做土地公 再回来顾这间庙 不值得吗 所以 就告诉你们讲说 这个 楞严经 他讲 自心取自 自心取自心 非患成患法 不取无非患 非患上不生患法 云合力 他就告诉我们众生 每天所做的事情 叫自心取自心 你们知道吗 我娶了一个漂亮的太太 其实那个太太是谁 也是你娶回来 也是你自心取你自己回来 她是你阿拉耶士的种子来 你并没有娶到一个人 是你的阿拉耶士种子献出来 那个业果 业果相续 你以前跟他有一段姻缘 然后那个叶的种子献出来的 这个人就必须要出现 因为你必须要跟他做夫妇 他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某一年某一日就出现 然后你就跟他谈恋爱 然后就结婚 乃至于做夫妇 这个是你过去跟他 有了一段夫妇的缘 那个缘 就在阿拉耶士里面 鼓动鼓动 是鼓动啊 我告诉你们 我们阿拉耶士种子很active的 并不是stop在那边 他一直在 randomly一直在那边鼓动鼓动 然后呢 时间到了 他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就这个人事物就出现 出现你看了 你就会喜欢或者讨厌 喜欢你就会讨厌 你就排斥 你就跟他起冲突 等等的 造了一些业 这是众生 那其实这一切的事情 都叫自心取自心 你自己去献出这些像 你无事没事干 要献那么多像 打那么多妄想 献那么多像 造了很多业 献那像 让你去面对 面对了 你又觉得你得到了 有所得 叫自心取自心 非患成患法 意思是说 本来真心是没有患 是不生不灭 是真空 没有这个如患如化的人事物 可是呢 就把真心这种非患 变成有患法出现 就有这些人事物 每天不同人事物 让你去面对 让你去跟他一起相处 然后又造一些业 这样明白吗 所以非患 造出来很多story 有患法 如患如化的人生 昨天的人生 今天的人生 明年的人生 又不一样 一直在演变不同的戏 有没有 这个如患如化的 他骂你也是如患如化 他打你也是如患如化 他爱你也是如患如化 都是无常的 这个是谁演出来的 谁去献出来 阿拉耶士里面 总指鼓动鼓动 时间到了就跑出来 今天就会演他骂你的戏 明天就演他爱你的戏 又疼你的戏 不同了 明白吗 这个叫非患了 成就了很多的患法出来 那我们修行就要这个了 两个字 叫什么 不取 不取 不要 不要 不要去把它 去 拍摄 那个摄影 看到了 就把它拍下来 哇 我好喜欢 很漂亮 拍下来 放在哪里 摄影 里面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在陶醉 然后进一步就要去追了 如果是不喜欢的 也把它拍下来 放在里面 取下来 然后就去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境界了 接下来 看你要怎么造恶 跟他一起造恶 或者是行善 这样明白吗 这个都是众生每天会做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取 因为只有一个字 也可以讲两个字 无量寿经说的 人在世间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但行至苦乐之地 到了苦乐之地 你只有自己一个人去 没有人会陪你的 生至当至 你自己要去面对 那反正呢 要讲的重要一点 就告诉你们 我们为什么会去取 因为我们有个爱欲在那边 我喜欢这个境界 我不喜欢 喜欢都是爱你 我不喜欢他 都是爱你 你不爱这样的 都是爱嘛 对不对 一个是爱 一个是不爱嘛 对不对 所以你讨厌也是爱 那个叫不爱 不爱也是爱啊 对吧 相反的你会爱 然后另外 这样子的你就不爱 对吗 所以都是爱 在让你去取这个境界 让你去捞他 或者爱他 都爱你会捞一回咯 捞这个境界咯 不要看到像什么 没看到 听到像没听到 你们老了 年纪大了 要越来越放下咯 不要再追咯 要很在乎 孙子又在讲什么咯 然后呢 我儿子又怎么样 他跟他太太拍拖 不是太太拍拖 跟他女朋友拍拖 都怎么样啊 怎么样 连这个都要 我连孩子考SPM 哎呀我要陪他读书哦 不然等一下他不用功哦 连这个你都要 都要去 worry他 怎么样怎么样哦 那以前的妈妈 爸爸不是的 比较容易做了 就是说 以前的人比较不会 这样 现在的爸妈妈 太过分了一点 把孩子当做 就是把他们训练成白痴啦 就是要你打他 他要要杜助他 才能够读书 要不然就不能读 这个都有一点点太那个了 取得很离谱 不要取到这个样子 取他的境界 他读书的境界 取到这么在乎 你是更深一成绩想 考SPM11个A 不代表将来也会赚大钱 也不代表他将来 无病无脑 也不代表将来 每个人会对他很好 不是的 你要他以后很顺利 训练你的孩子 有慈悲心 分享的心 怎么样关心别人 他就有福 有福 他遇到的都是贵人 应该是这样的 来灌输他这种呢 行善 灌输他呢 有菩萨心量 他怎么会没福 而不是这些名利 这一些公民 公民不能的 公民也要靠那个人有德 没德也是拿不到公民的 所以是 应该是这个样子啦 如果会取 是取对的 取境界 取对 用佛法的方面来去 就会比较轻松 而且会不会 让你呢 做得那么辛苦 然后到时候 结果又不是你所想象的 那么 那么理想 OK 先来看这个啊 不取 不取就可以 怎么样 无非患 你不取 连非患都没有啦 非患都没有 因为如患如化 你看 非患都没有 如患如化 更没有了 就是你取就有患 跟不患的事情发生嘛 对吗 如患如化的事情 所以他说 如果不取 非患都没有 何况你看 非患上不生 患法云合力 他说 只要一个人 能够心里静下来 不要执着他 不要执着这个境界 你静下来 这个是讲到开悟的人 然后正果的人 不要再这么active啦 前八世 前五世 前六世 第七摩纳世 不要做那么多功 静下来 急 静下来 你就有福报啦 静急光通达 人家说 静坐一虚余 身造七级浮屠 有没有 能够真的静一分钟了 一虚余罢了 不到一分钟 一虚余的静 你已经造了多少功德 好像你盖 什么 大宝塔的功德 造宝塔很大功德的 可是你就是 靠你那能够静一虚余 一下子 你的功德已经这么大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人 要拿功德 心要平静 能静的一虚余 就那么大了 那我们是念佛人 我们是 以 以福烦恼 然后念佛为主 因为要福烦恼 就要学习 任人所想的 不要去娶 反正不要娶 才能够走回家 又再娶 一直是吃人 去献那个像 又来去着迷 哎呦好 哎呦不好 这是凡夫的境界 所以他说 不娶无非患 非患上不生 患法云合力 如果能不娶 就没有非患 非患都不生出来 何况患法 所以一切的 轮回的事情 就完了 就没了 所以为什么 那些打坐的人 开悟的祖师 有没有 他从大地粉碎 虚空粉碎 有没有 就是告诉你 他的境界 他已经 能够 把虚空的粉碎 因为虚空也是 阿拉也是 有没有 一念的无名 把真空的 这个真心 转成虚空 所以虚空粉碎 对修道人来讲 他不得了 后一去真心 他有进入真心 进入他的法身 他有显出法身来 所以他 会很震撼 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个是本来 我们的境界 我们还没有 touch过 可是那个打坐的人 他 touch到了 他说虚空粉碎 好像谁呢 虚老而上 有没有 杯子朴落地 其身享历历 虚空粉碎也 他的感觉 他的虚 他感觉 连虚空都爆了 都不见了 其实讲他的 一切的相分 不净做了 就是他不会再执着万象了 他的心境 就是永远在菩提正道 觉悟里面 就是他的 真心 在支持他做事了 再也不是用意识心 所以菩萨也在做事 菩萨做事不是用八事的 如果你已经 修到无功用恨的地步 八地以上的菩萨 就像谁 虚老和尚 虚老和尚 他 这一生很坎坷 也受很多的苦 他真的在行大菩萨道 三步一拜 等等 但是对他的心境来讲 他没有在做事 他是无功用恨 他不是用第八阿拉 他也是在做事的 他可以演变 他又给人家打 打他 怎么样流血 怎么样都好 他的心境 八地以上 无功用恨 他去面对 他即使献出来 在那边忍啊忍啊 其他心有人吗 没有忍这一回事 他是无功用恨的 很奇妙 这种境界 也是一样是人 也像献一个人 但他的心 不是阿拉耶 是当家 在那边修忍 忍忍很痛 我忍 我不起烦恼 啥一个咯 八地以上的菩萨 是无功用恨 他去面对什么境界 看他怎么样都好 甚至他 好像在骂人 在教训人 他心里 没有一丝一毫的贪嗔痴 无名已经 胜很少了 八地以上菩萨 胜多少品无名 你们知道吗 七品 就是第八地 九地 十地 等觉 妙觉 还有四品的无名罢了 很少了 几乎都是觉悟了 没有什么无名烦恼的 OK 我要给你看这两个字 大家说 不取恶之 即是最简要 最巧妙之下手功夫 所以 就是说 最简单的下手功夫 让你回去你的真心 不要取那个境界 也就是法障菩萨所说的 不着什么 色身香味处法 对一切看到的人 东西 听到的声音 嗅到的气味 还有尝到的味道 你不要那么怎样 在乎 不要那么执着 不要取他 OK 我有感觉到 很酸 OK 够了够了 不要去进一步 去起一个 其他念头 要断 要断你的妄想 过了就算 感觉到就好了 就是从这边下功夫 让自己不要进一步 去起那么多妄念烦恼 妄想心 这个就是叫你 修这个不取 OK 大家再看 看我一句这个 我剩一点点 我要把它讲完 那所以我们上次就是讲这个 得少 而不懊恼 曰知足 这个直播是教一个比较 high faculty people 他如果你是根性很高的人 你们听楞严静那一句 不取 无非患 非患上不生 患法云合力 如果你有智慧的 你读这三句 你就已经是不会取要了 你不取 你还要什么少欲知足 你根本的多欲少欲 你也不解释多欲少欲 多欲也不取 少欲也不取 这个是最修行的人 明白吗 那我们比较差的 还有很多欲望的人 就教你先少欲 OK啦 今天的今天的遇到的事情不够顺 不像昨天那么顺 少 少了 少顺利了 得少 不懊恼 先修这个 然后再有智慧一点 哎呀 顺也好 不顺也好 都不取 不敢有 我要不计重苦 忍利成就 我要呢 还有什么 不计重苦 人就少欲知足 跟自己这么讲哦 所以你就会 我感觉如果你肯在这边下功夫 你真的心会越来越怎么样 急经哦 你能急下来呢 不取就是静下来 不要去取啦 所以不取就是急 能够静到极点 妄念不生 好消息就来了 就看到你的真心 对不对 就是没有无名烦恼 很自在 很安乐 那种境界 大家看 佛言 因为 世子吼菩萨问嘛 少欲知足有何识别 佛言 少欲者不求不取 知足者得少不悔恨 少欲的人哦 佛说其实少欲的人是 佛的要求很严格 少欲的意思不是叫你说 还可以享受一点点啦 吃多一点没关系啦 今天吃多一点 明天就不吃啦 OK 不是这个意思 少欲的意思是 不求也不取 不要刻意去求 也不要刻意去取 就接受 就接受 今天就是吃到这样 明天就吃到这样 就接受 不取 也就是说 这样也好 那样也好 我不取好 也不取不好 啊 这个才叫少欲 不求也不取 不求 一定要怎么样 知足得少不悔恨哦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 其实我是要跟你们讲 这个佛言教经 这个大家都容易明白 我们可以读一遍 如等比丘 若欲脱出苦恼 当官知足 知足之法 即是福乐 安稳之处 知足之人 虽握地上 有为安乐 不知足者 虽处天堂 亦不蹭意 不知足者 虽富而平 知足之人 虽贫而富 不知足者 常为五欲所牵 为知足者 知所怜悯 是名知足 明天有机会再讲 好不好 现在回向 愿意赐功德 庄严佛经度 上报四重恩 下几三土窟 若有见闻者 喜发菩提心 尽此一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较团队 我